嗨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朋友们 洛杉矶的地产经济李斐 礼拜一的早上让我们开始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周 今天的Vlog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还不知道 随手拍摄没有脚本 那大概来说今天的行程是这样 我现在开在241261尔湾区往森林湖 一个新建制的城市 名字叫做Foot Hill Ranch 看一个卖家即将邀请我们 挂牌出售的房子 接着我们会去公司跟团队小伙伴开会 下午大概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处理 来的咯 那我们来一起先看看这栋房子吧 在这个区域内很少有房子挂牌出来 上一次同类的房子挂牌出来 还是去年的年底 所以如果有在尔湾森林湖一带 找这样的房子的朋友 可以先赌为快 我同事戴笠 我同事戴笠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两个一起来看这个房子 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栋 这个区域非常的安静 非常宁静 非常棒 刚才我看了一下 那边是QD在干嘛 对 基本上没有什么车辆 只有Filex的送信车 我们站在这个街道上 完全没人了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开在路上也没什么车辆 所以是非常宁静的一个 耳腕近郊城市 好 跟客人谈好了 看完了房子之后 也签了合约 先给大家提前剧透一下 这个院子可还行 后面也不正对的邻居 后面全是参天的大树 在耳腕 你想买到这样一个院子 这么宽敞 你看它的侧院有多宽 耳腕没有180万 没有178万是下不来的 没事 你敢说你的 来 才不错 先往下你了 怎么样 刚才不是说了这个院子可还行吗 这个院子非常行 非常行 来看看这个侧院先 是 你看它很方正宽 你觉得耳腕的房子间距之间有这个侧院大吗 耳腕的房子间距我健身练宽一点就过不去了 对啊 你觉得两个房子间间距有人家侧院大吗 没有 你再看看这个后面这个真的草坪哦 真的草坪 而且完全不用担心这么大的院子跟这么好的草坪一个月两次的话60块钱 可以相信吗 这个价格我们听了我都觉得 帮助你打理树上的那个干的叶子帮你把草坪捡好吹干 一切的背货这么好 只要60块钱 我们以为听错了啊 对啊 不可以置信 如果你像它每周来的话好像是85块钱 什么钱 非常方便 而且做得非常好 人家做了 人家是25年专业经验理草的 小区的物业也很好 像这个栏杆外面的这个绿化是小区物业维护 对的 一个月物业费只要85块钱 是的 然后没有新区税 然后是完全跟耳腕很相似的那种配套 出小区就是target 超市那些 Everything you can name 真的就是星巴克了加油站了 你所有你想到的生活需要的都能找到 蒙特斯瑞学校好几家 还没有Mailarus 对啊 关键离尔湾也不远啊 就十来分钟就到了 不再剧透了 这间房整理好 给大家看一下 想提前拿deal的 赶紧联系我们 价格只要120万 四间房这么大的地 这么大的院子 在一个好学区 治安好 靠近耳腕的地方 就这样吧 大家等会看我们里面的视频 对 下一站去公司开会 这间房有太多的优点 我们这一集就不啰嗦了 整理好以后 我们会把房子里里外外 区位 它的配套等等全部介绍给大家 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deal 120万区间在耳腕周边 你很难找到这样的房子 就像我来之前说的一样 这一区本身很少房子出来 另外它是这一区里面比较新的 2017年翻新过的房子 先不剧透内部了 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视频 如果有想在耳腕 或周边买这个价位的房子的 提前跟我联系 给你的VIP待遇 在上市之前就把房子提前拎给你看 我们出小区第一个红绿灯路口 大家看这个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商圈配套 加油站 Target等等 这边其实环境真的不错 没有那么拥挤 人比较少 绿化比较好 大家看到这些大片的绿化 看好我们团队的帅哥美女们 跟着老板蹭饭子 Ari怎么不讲话来的 不要 哎呦 这这么严实干嘛 就没化妆吧 好漂亮话的 Jack Dylan Julie Deli Mary 我们今天开会换个地方 在我们公司旁边边吃边开 上一次我发了一个 咱们去Woodbury喝奶茶 然后边喝奶茶边开会的 结果好多人说 哇你们都好爽啊 因为工作服务也太happy了 我们公司 Julie 1米78 Jack 1米9 我跟他们在一起 等下小伙伴而已 我们本来定的规矩是团队里面 除了我这边任何人关单 我就请吃饭了 今天是Serena关单的日子 但是Serena本人没有来 不好意思的Serena 我们就替你吃了 我们就替你吃了 Mary 你今天这个帽子跟这个 Oh no 跟这个餐厅里的风格很大 No 这是我们San Diego Valley区域的欧文 之前视频中大家也见过了 来吃吧 待会儿罚他三杯可乐 哈哈哈哈 那就不用吃了 哈哈哈哈 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就前两天有一个微信网友加我 他自己的名字就是他的微信的名字 叫做吴一凡 1234的1 他说他要改个名字 就是把他自己的真正名字改掉 不叫吴一凡了 我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名字现在确实比较尴尬 讲到名字这个事情啊 就是我的名字其实很容易被大家念错 我这叫李斐 斐记的斐 很多人叫我李飞 我上学的时候还有人叫我李文 还有人叫我李裴 所以大家记住我是叫李斐 然后我们家孩子Lukas Lukas的last name应该是LI的 但是当时我觉得好像姓李的 都应该叫LEE 我就给他起了个LEE 我最近准备给他改回来了 还是叫他叫LI比较好 对了 有人要加你的微信说 咨询你关于着装方面可以吗 加吧 男的不是女的 那别加了吧 吃完东西跟团队的成员在公司又单独聊了一会 因为感觉好像在餐厅 大家聊这个业务就聊得不是很专注了 吃和喝比较专注 那今天呢差不多就这样了 回去了 眨眨时间把这个房子整理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最新这个listing 我发现我卖很多豪宅嘛 豪宅有豪宅的这个让我高兴的点 就是真的房子很好 但是很多豪宅呢 它的交易周期也比较长 比较比较慢 像我们的415那个房子就是卖了100多天 才刚刚进eschool 那像今天这种房子呢 虽然不是什么豪宅 但各种硬件条件也比较好 优点也很多 整理出来之后 立即刷就走掉了 大家能看清玻璃上的雨点吗 耳湾下雨了 这代表着夏天即将过去 秋天冬天即将到来 很快就到我们出门滑雪的日子了